2022年终烂剧盘点 看看有哪些剧上榜 2022年上半年的烂剧 依然没有让我们失望 仅仅半年就能产出 这么多烂剧 严重增加了小巴的工作量和头发量 建议各位导演给我打起 好吧 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年终烂剧排行榜 No.10 女士的法则 双女主持生职场 No 圣母光环闪瞎眼 江苏颖和刘敏涛主演的 这部都市女性职场剧 还是绿正题材 果不齐咱呢 国产剧还是那个国产剧 江苏颖和刘敏涛两位绿正精英 诉讼官司 整不像国家家似的 法律没起作用 全靠女主们的圣母心感化对方 我相信只要大家伙齐心心理 总会有希望的 说的是聚焦社会热点 实际上没有一个官司 出众痛点了的 剧里女性加职场没这有多精彩 剧外营销的 这是江苏颖黄玉唱姐姐恋的话题 但黄玉唱和江苏颖这对cp 是怎么看怎么别扭 俩人还是从一夜情开始的 不理解 真的不理解 唉 No.9 影帝的公主 诈骗吧 是诈骗吧 这年讨影视剧 都流行走这种路子了吗 前有一剑清新国子剑 后有影帝的公主搞诈骗 路透美上天 成片真难看 男女主在正片里的状态和路透 简直是两模两样啊 浮夸到充满了廉价感 阿宝瑟重现江湖 历经摩批后的男奏啊 剧情尴尬中在这搞笑 就是所谓的无脑小甜剧 喜欢的人呢就得下饭 不喜欢的人是一分钟就不想多看 何况男女主还没啥cp感 这部剧口碑呢有点两极分化 也怪我当初对它期待太高 如果大家想去看的话 嗯 掐去开头 从男主诗意开始看会有点意思 建议啊 编剧们下次把精彩的直接放第一集哦 No.8 请叫我总监职场PUA 推推推 这部都市职场爱情劇的剧情 简单总结为 毒蛇霸道老板职场PUA 小秘书气愤离职变总监 最后双双坠入爱河 如果你的老板跟林狗眼的这位男主一样 成天否定你的价值 打击你的自信心 别犹豫快跑 谭松印是你的小秘书 又当保姆又当妈 伺候男主三年小转岗 就换来了男主的各种打击各种损 你平时的工作就是泡河咖啡 送入文件打打电话 智商高点的黑猩猩进行训练 都能干这个活 黑猩猩能接电话呀 偶尔确实是会加个班 我无非也就是打打电话 发个微信 不费力气 费点电嘛 讲真 就这样的老板 别说三年三天我都告不下去 前面女主一些反PUA的操作呢 还是挺好的 我二十四小时得待命 三秒不接电话你生气 半夜两三点不接你还生气 我就不能有自己的生活 我就不能有身体不舒服 想要休息的时候 我也是个人啊 我不是人工智能 但是气人就气人在 最后男主洗白了 两人相爱了 就是说国产磁场剧 为什么永远离不开这种老套路啊 这部剧唯一的亮眼 大概就是灵狗自带的搞笑人基因了吧 No.7 新居 全员人设稀碎 从头狗血到尾 这部剧由海青 童谣 张颂文主演 一开始看的呢 还觉得嗯 品质是挺上头的 但后面越看也不对劲 剧情越发狗血 人设崩得稀碎 越看到后面 哎 别让人想弃剧呀 不可以理解 编剧和导演 为了剧情张力而制造冲突 也可以接受 最终角色的不完美 但为了冲突而冲突 就真没必要啊 而且 女性角色几乎全员个人 冯小琴 借钱买房 死产烂打 不清余尊初恋 闪婚闪离 还吊着备胎 还有 冯小琴的知三当三的妹妹 世源的妈 孤心的妈 孤家奶奶 全都好窒息呀 你的那个钱 能不能借给我 你就不怕我把事情 抖出来 难道的家里鸡飞狗跳 你有本事啊 去训你丈人的丈母娘 结婚的又怎么样 结了婚又不是不能离婚 甚至感觉这不对的 就没一个正常人 是不是编剧分不清 什么是狗血和现实啊 No.6 相逢时节 郑武阳光 你后悔了吗 郑武出品 地水精品 这句话在今年的 相逢时节上 搬了车 雷佳音 源泉 罗海雄等一众实力派 郑武阳光的制作班底 结果拍出了一部 无聊的狗血 演剧 霸道总裁和企业 包管的中年爱情 中间穿插着家族恩怨 复仇 商战等等一系列元素 堆砌出了一部 4.9分的烂剧 全员人设不太正常 再配合一个 张艺兴的演技使用 调了 不然我到你把坟上去给 这部剧真的是浪费了几位实力派演员配置 还砸了郑武阳光的招牌 就问问郑武阳光 你还能不能行啦 5.5 山河月鸣 虾编魔改专制历史粉的低血压 山河月鸣拍的是朱棣的老爹和大哥一家子 以朱棣的成长线为主 讲了他从年少到成绩的故事 按理说呀 冯绍峰 本宝国 张峰毅 王姬 王静松 这样的演员阵容 应该有这两宝状才是啊 谁曾想 编剧导演偏爱搞花样 细说变胡说 改编成虾扁 历史粉的低血压都能治好好吧 就5.5 给朱棣安了一个蒙古公主白月光角色 历史上 朱棣和徐皇后明明是少年抗力好吧 就这 还敢说是更重历史啊 原本八十集深减了二十七集 可想而知 注水魔改多严重 剪辑混乱 剧情不灵贯的问题 也是看得人头疼 No.4 上时 死亡滤镜加无脑剧情 绝配 今年的古装剧 大概是渴得朱棣家子豪啊 上一部是朱棣 这部讲的是朱棣他孙子 朱山基 以及孙皇后的爱情 小八本来是冲着美食去看的剧 结果看完毫无食欲 直接被演员的装造和滤镜劝退 女演员们在世界上 集体老了十岁 美女也能变路人 剧情方面啊 也是槽点满满 女主光环全程亮瞎眼 朱棣一家子全部只爱吃他做的菜 皇长孙的书房随便进 跟皇长孙当网友 还没见面就互相爱了爱了 你们的爱情是龙卷风吗 来的这么快 酷的剧情也是非常平淡无趣 哪怕是冲着 薇英洛和富宏的CP去看 都不一定能看得下去 如果想看轻松的美食剧 我推荐一下隔壁纳布真修记 相对来说呢 嗯 更下半一点 No.3 特战荣耀 又名 庄XX荣耀 特战荣耀打着当代军旅剧的旗号 结果拍的 是男主燕破月的庄XX故事 就开头 杨阳对班长带头跑步那段 你一百个问号 真烦 人他乱 跑得烦 我替他们跑完行不行 现在这么跑 我觉得组织方式有问题 我申请换个方法跑 还有男主偷铁门 我也不知道编剧是怎么想的 剧里很多剧情都经不起推销 话说杨阳也是军艺毕业的 怎么能接受演这种桥段的 剧情呢 可能是编剧的故 演技 总该是演员的问题了吧 杨阳那种油腻感又出现了 演这种硬汉总是用力过猛 我能感觉到杨阳很想努力演好 但没找对方法 越努力越油腻 女主李一同也不知道是什么选学 演一部PO一部 各种因素加在一起 这部剧就只剩两个字 失败 No.2 且是天下 Big King and Big Queen 携手闯天下 首先 让我们恭喜杨阳赵路斯 写题新称号 专王和专王妃 并且 大家也特别关心 这两位的脖子还好吗 挺着背 演完整部剧累不累呀 当然 这都不是这部剧 杀入烂片重围的重点 原著小说看的就是一个爽 结果改编之后 爽剧不爽了 女主被削弱了 朝堂全盟等于儿戏了 最搞笑的是 这剧的打戏 吹什么 国产武侠剧打戏 直愣起来了 怎么直愣的呀 靠女主的特效白领 还是靠男主的耍帅摆造型啊 对了 这部剧还给大家贡献了诸多名场面 比如 一箭筒大炮 玄幻式打戏 以及赵露丝的发困式演技 有人可能要说 你怎么只恐吓演员破剧情啊 因为剧情真的是 太无聊了 无聊到多给一剧都是浪费 失眠的宝子们可以去看看 说不定能助眠呢 所以第二名颁给它 十字明归 No.1 静双城 四目相对的演技 无人能敌 重量级来啦 上半年的烂剧冠军 必须颁给年初 李一峰陈玉琪主演的静双城 这部剧直接打响了2022年S加古偶烂剧低强 男女主从颜值到演技双重拉垮 一个又肿又木 一个木上加木 佩音老师辛苦拯救还被演员粉甩锅吐槽 闭着眼睛是听觉盛宴 可是每一次我想伸手去抓住你的时候 你就消失不见了 原来这一次一次的爆 都是以为你还活着 睁开眼睛是各种辣眼 辣眼的演技 辣眼的布景 辣眼的抠图 还有遍地色的工艺糖精 原著粉怒了 本路人粉也怒了 整部剧 从导演编剧到演员后期 但凡稍微有那么一丢丢尊重观众 就整不出这么一部烂剧啊 3.9分 我觉得给高了 上半年的烂剧之王非太莫属 除了以上小八惊挑戏选的十部以外呢 2022上半年还有很多值得吐槽的电视剧 比如靠抠图明场面出圈的流光之城 后期老师的技术 简直亮下了我的眼呢 可以跟去年的那两条鱼 一直高下了 区块比剧里还热闹的 梁辰豪景知己和 像英子大阵和斗士的世纪 明阳全网 田兮威 曹玉晨主演的这部小甜剧 凭一个离谱剧情出圈 我真的被这个手法和捕毛色调整无语了 导演 你说记得很好 还是别设计了 哎呀 你真是精彩 还有 去年荣登狐偶丑男榜的男主 千年再次创下丑男新高度 他就是寄予你的美色 造型还抄袭国门 镇丝亮 懂不懂仙丑有别啊 这些个烂剧 真的是多到盘 都盘不完 以至于 baby老师的星座 都没有丧把 在无人开的角落里 独自营小演技 而且 这还只是上半年呐 盲猜 下半年的烂剧 只会多 不会少 小巴倒是要看看 下半年还会有 谁会登上烂剧榜单呢 下半年再次创下